各位同志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是秀柱在中央黨部上班的最後一天了 萬分感謝您一路的支持和鼓勵 尤其這兩年陪伴我走遍坎坷 共度風雨 在秀柱面臨最嚴峻的挑戰時 臨時中不離不棄 為我加油打氣 點點滴滴 永至難忘 特別向您表達深深的感謝 同時 也要為秀柱沒有能夠完成的 而且沒有能夠做好的工作 向各位表達歉意 各位朋友 沒有您的信賴 沒有您的成全 誰能想到本黨遭逢百年來 最嚴酷的存亡關頭 竟然會由這個身軀短小的雨出來承擔 宣言集裡面有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隻鸚鵡在天際翱翔 回頭忽然發現它原來居住的山裡 發生大火 它立刻飛向遠處大海 把羽毛沾濕 再回去救火 當然 羽毛上的這幾滴水是救不了火的 於是 他的同伴忍不住問他 你既然知道救不了火 何苦如此 英武回道 雖之不能救 不忍見耳 也許 就是這一念間的不忍之心 讓秀柱有了這個使命感 我不忍什麼呢 相信有許多人已經看出來 近幾年國際情勢的變化有多大 台灣被邊緣化的有多麼嚴重 國家的政經處境又有多麼的艱難 在大陸 僅僅是一個一帶一路高峰會的倡議 就有130多個國家參與 可是 我們呢 我們去年以來的各項投資 史無前例的群力下滑 可是執政的民進黨在做什麼呢 這個執政黨還在無止境地 對在野政黨准殺 還在搞8800億的內部綁裝 還在承攤與無止休的內部鬥爭階級對立 還在歷史和文化上大力地去中國化 而根本不在乎台灣是否走向衰落 本黨作為創建國家制定憲法的主要政黨 我們對這個國家有無可推薦的使命 也對民族未來的發展有必須承擔的責任 不管有心人如何國黑 對手如何清算打擊 本黨責務旁貸 必須提出能夠讓國家走出困局 延續中華民國與民族發展的策略 而不是繼續問一天算一天 大家都說沒有政權什麼也別談 這話也許不錯 但有了政權之後 我們是否又要再次為了執政的利益而妥協 放棄自己的理念 忘記原本的初衷呢 各位同志 本黨的黨德、黨魂、責任、使命是什麼 那就是綿更五千年的中華文化 為我們指引名錄的國父思想 以及金國先生所說的 立足台灣 胸懷大目 放眼世界的雄心壯志 同志們 歷史的審判是嚴厲的 如果中國國民黨 放棄了對國家的認同、責任與使命 那我們就是自斷勝負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擺在我們眼前的 既有外交的節節敗退 還有經濟上的一籌莫產 再加上文化上的斷根滅族 情勢相當嚴峻 作為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作為一個熱愛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絕不能坐以待地 任由情勢惡化下去 我們必須找回論述奮發再起 各位同志 請接受我的懇求 拿出我們的精神、智慧與勇氣 再為我們所鍾愛的國家 繼續奮鬥吧 即便秀助即將卸任 未來秀助我們將一以貫之 以傳承這樣的使命 作為我追求的目標 作為一個忠貞的黨員 對本黨、對國家 秀助都有著深深的情懷和困難 所以秀助人會持續努力 各位同志 我們要成為自己前進時的光芒 而不是坐等別人 為我們在黑暗中點亮著光芒 我們要積極迎向困難和挑戰 而不是人云亦云云 放棄自己的道路 未來的路就在我們的手中 我堅信我們可以完成這挑戰 無論情勢如何演變 我們都將為黨奮鬥到底 此心昭昭日月可見 僅此誠心祝福我們全體同志 所有的朋友身心慷慨 也祝福我們的黨 早日正衰起壁 忠心在起 謝謝大家